我們去年不是負油價嗎 那就有很多的專家 而且大部分的專家這麼做 為什麼會負油價 因為油太多沒有地方儲存 對不對 儲槽都沒有空間 都要到酷芯的儲槽 儲槽滿了 所以呢 你又買到油 那怎麼辦呢 我就不要錢 我就可以送 負油價也可以賣 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錯的 因為當時的這個酷芯 根本是綽綽有益 那為什麼會負油價呢 就剛剛我講的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 一個原有的這個 旗貨 的這個炒作 那必須要清倉 就是要轉單 我必須在 禮拜五就要處理 我當過中油公司的常董 我說建議員 那你為什麼不買ETF 我們一般這個 一般的小額投資人 是可以投資ETF 那ETF 有油啊 像這個 像這個 USO United States Oil Fund 或者是這個 Brent BNO 布林特的這個 Oil Fund 那 類似這些呢 你是可以參與的 那你為什麼你公司 這次就不可以 對不對 你價格已經那麼跌了 已經低到 那麼低的價格 生產成本是30美金 如果就緊 那你現在都跌到這個 20塊 甚至跌到0 現在在10塊左右 為什麼你不買ETF呢 升級是 它除了控制這個 它是透過貨幣的數量來控制 但是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目標的利率 就是 美國聯邦基金利率 Facial Fund Rate 透過Open Market Operation 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買賣公債 來達到這個目標 那現在的情況 假設 這個 它的目標 現在還沒有到要提高利率 那這個收債的規模 到利率的提升 是不是造成這個Facial Fund Rate 它有宣布說 Facial Fund Rate要提高 那才真正的升級 但是現在的基本上 還是這個 數量的一些控制 透過數量的控制 來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目前並還沒有到那個底部 你知道利率是歷史的低點 利率往上走還是利率的低點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剛剛講的 如果公司的獲利好 就是說上市公司 上貴公司的獲利好 利率其實往上走 它的估值並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所以歷史的資料顯示說 利率在往上走 不一定這個金融市場會崩盤 廢層半導體指數 在2004到2008這段期間 沒有太大的上漲 但是這個 我剛剛提到的 美國的稻雄指數 是漲幅還不小 台灣也漲 但是半導體包括台積電 這段期間也不怎麼漲 我們在想會不會 我們既然要看歷史 是不是這個就是很好的參考 但是事實上 我們可能要注意到它的不一樣的地方 為什麼我們在買石油的部分 要所謂的避險的做法 要什麼避險 對 為什麼 因為油價的波動很厲害 所以要去預測不容易 你台式化就說 原有的預測很困難 坦坦這麼說 也很多的專家這麼講 完全的掌握並不容易 所以它波動那麼厲害 油價的一個不變就是它不變 所以波動很厲害 供稀以外 費力 更重要的是 其貨市場的操作 這些都是重要的影響 還有一些這個 可能是中東那邊 或者是哪邊產油國 有了什麼問題 然後它就會影響價格 未來的情況還考慮到 可能有減碳那些因素 所以基本上影響的因素蠻多的 要去預測不容易 所以老師像我們一般來講 因為油價波動很厲害 所以例如中油它有很大的比例 要去做一些衍生性商品的避險策略 那它這樣是什麼樣去操作 才能夠去平衡呢 基本上它就起貨市場 假定 一個例子 我知道我現在接了一筆生意 那我將來要出多少的 汽油才油的量 那但是價格要定下來 那但是價格定下來 那我將來的油價 我的原料呢 如果我沒有確定的話 那油價 原油價格提高的話 我可能原來定的那個 會賠錢 所以它必須要避險 那就是說 我到區貨市場去買 一個價位的 我可能這個一月或二月要交貨 我就先買 在區貨市場買一月二月的價格 那我跟人家簽約的時候 根據這個成本 來簽這個一月 保證我有利潤 那是這樣的 有避險的需要 但是你問的這個問題 很重要 因為在區貨市場 雖然有避險的需求 但是更重要的是 就是投機 而且這個比重 不成比例 不成比例 真正的避險的需要 跟那個投機 中間 100%裡頭 99.5%都是投機 那這樣有什麼避險功能呢 它有避險 你要避險可以 但是我都參與這個區貨市場 買賣的人 99.5%都是 都是看多看空 這樣子投機的為主 我們先談這個 這個避險 我們去年不是負油價嗎 那就有很多的專家 而且大部分的專家這麼做 為什麼會負油價 因為油太多 沒有地方儲存 對不對 儲槽都沒有空間 都要到庫星的儲槽 儲槽滿了 油價 所以你又買到油 那怎麼辦 我就不要錢 我可以送 負油價也可以賣 有這樣的說法 其實是錯的 因為當時的酷薪的儲油 的capacity 還有reserve 根本就 還有跟你最後一天成交的那個量 來講 根本是綽綽有益 成交的量就是真正的要做避險的 那個量很少 因為我剛剛講的 99.5%都是 都是paper trade 這個紙上的買賣 並不是真正的要實質上避險 那所以我到最後一天 他必須要實質交割 那就是真正的避險的需要 那很低啊 那你這個酷薪的儲鈔 要在那邊交割 要有儲鈔 才能夠把油真正的買進來放在那裡 要交割必須要有一個儲鈔在那裡 你沒有儲鈔要跟人家租 你租不到就沒有 所以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因為基本上不是儲鈔沒有 儲鈔在那裡 對不對 真正的避險其實沒那麼大 所以你儲鈔空間還是有的 不會說這樣跟互有價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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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呢 就剛剛我講的 中國銀行 中國銀行一個原有的這個 期貨的這個炒作 那必須要清倉 就是要轉單 我必須在禮拜五就要處理 所以禮拜五要處理 因為禮拜一是 結倉清倉 轉倉或者是 最後的第二天 那那時候呢 根本就沒有買賣了 因為真正的要做 paper trade的人 要早一天禮拜五就要處理了 結果沒有處理 那個量太大 所以到禮拜一才處理的時候 根本沒有人來接 因為要接的人 他就要煮巢 他沒有煮巢 就沒有辦法處理 基本上就是這些 包括這個期貨市場的這個 那個 paper trade 必須在真正的這個 結算日之前 那一天 那麼必須要 必須要完成 但是啊 那一天呢 因為在禮拜五的 那前一天 那個量太大了 那當天要賣出來 沒有人要接 因為大部分都完成了 這邊量少 所以會奔盤 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那 這個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必須要有這個認識 不是真正的那個 那個 那個期貨市場的炒作 你認為都是在避險 不是 都是 paper trade 那這種情況之下 就不會有所謂 那些專家所講的 因為儲巢不足 哦 大家都這麼說 那是不對的 我不是這麼認為 那所以我認為 油價呢 應該會反彈 那個不是儲巢的問題 基本上呢 就是因為操作失誤的問題 哈哈 那如果講白點 因為我覺得很多觀眾 應該會聽不太懂 就是說 原本期貨它的交易 是一種 避險的做法 就是它其實背後 是有實際的買賣 照道理說 有需要 有需求 然後有供給 然後他們要戳衡 達成交易 可是 現在的期貨 它只是在炒作 我現在看空 我就放空 對 我就一口氣都在放空 然後看做多 我就都做多 可是實際上 並沒有原由真正的交易 是這樣嗎 那 老師說剛剛那樣的情形 特別是在 在美國的情況是這樣 因為它必須 真正的交割 是死死交割 那個量很小 那那個 布倫特那邊 但是 我交割 是不一定要在一個地方交割 就是說 不一定像酷刑一樣 你要儲槽那些 而且你也可以不必交割 所以 不必說 必然的說 在節慶那一天 必須要做死死交割 沒有 所以就不會有 那是崩盤的問題 崩盤是一個藉口 事實上是那個原因 那我們現在的問題是說 那 避險是有 有管道的 是可以做的 那台灣呢 台灣有沒有做 一點點 因為 風險太大 如果 就 中油公司來講 嘿 我如果 這我看對了 賺的錢 這是應該的 我賠錢 不得了 對不對 那台塑化也一樣 因為 很難預測 它也不敢 所以也都是 少量在做信念 做一些 避險的操作 量很少 那 你現在可能會問 那我如果真正的有避險 我說台塑化跟中油公司 你真正有避險的需要 你有避險的需要 你明明知道 現在油價已經跌到成本底下了 那將來油價會上漲啊 你就多買一點就好 我就去買一點啊 那 但是 它有困難 它的困難是什麼 就是 第一個 那 我如果真正的要買油進來 我的儲槽有限 我沒有辦法買那麼多的油 那麼多的儲槽 去容納那麼多的油 但是 它還是可以 買期貨啦 但是期貨呢 它說 有這個風險 因為你知道 期貨風險是有 有固定的 有一個時間 然後 你必須要結清的 所以 跟股票不一樣 那所以 基本上 風險更大 即使你看對方向了 但是你到期了 那價格就沒有到你這個價位 你可能又會 批得一塌糊塗 會有這種情況 所以 他們 不敢做 2021年 21月播出的 全球戰經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 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六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 有個馬開小教室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 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裡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如果大家想要掌握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裡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那我就建議啊 我當過中油公司的常董 我就建議啊 那你為什麼不買ETF 我們一般這個 一般的小額投資人 是可以投資ETF 那ETF有油啊 也像這個 像這個 USO United States Oil Fund 或者是這個 Brent BNO Gurrent Oil Fund 那 類似這些呢 你是可以參與的啊 那你為什麼你公司就不可以 對不對 你價格已經那麼跌了 已經低到那麼低的價格 生產成本是30美金 如果就緊 那你現在都跌到這個20塊 甚至跌到0 現在在10塊左右 為什麼你不買ETF呢 來 那 他的 他的問題就是說 ETF不算是什麼 算 算是股票 不算是實質的投資 類似他不能操作 有這種情況 可是 期貨都可以操作 這個 反而ETF不能操作 這個很矛盾 沒錯 那 所以 我們看到 明明看到有好的機會 但是 確實沒有辦法 當然 它還是有風險 比如說 United States Oil Fund 那 他 這個油價大跌的時候 他幾乎 後來大漲的時候 他還虧錢 那為什麼呢 因為 他做了錯誤的判斷 接受這樣的一個認知 油價跌是因為油的儲槽不夠 所以 油價跌 變成負油價 所以 我要改變 我的改變 就是我要分攤到12個月 本來是下個月的 要分攤到12個月 的價格 投資分攤到12個月 但是呢 波動最厲害的是下個月 然後 他要轉倉 那我就便宜的賣掉 固定 在三天四天裡頭要全部轉倉 賣掉 本來他的成本是20塊 那 油價變成負的時候 他沒有受影響 他早就賣掉了 轉倉了 但是呢 他要轉到別的業份去 結果呢 那個價格都遠低於20塊 第一個 他賣掉的時候 是 很急著要賣 賣到10塊多 所以20塊就減半了 然後再買一個便宜貴的 20 30塊的 給了一套路 所以這個也有 這個 所謂的專家 既然是這樣的 沒有搞清楚 為什麼負油價的產生 然後影響整個 投資人的權益 他既然可以這樣改 這個是很 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 還是有風險 可是那這樣子的話 他很難真正的避險 不是嗎 除非是他剛開始 就是去分散在 買不同的ETF 這樣風險會不會比較低呢 就是他不要 雞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 他就買不同的ETF 然後總不會三個 三個ETF都同樣做錯決策 這樣 這沒有錯 那 那個 USO這個情況 那是一個非常 非常糟糕的ETF 怎麼這樣子 但現在還是大家喜歡 因為他是買美國的原油 是最大的 那照說人家會告他 為什麼沒有告 我告不清楚 或者告不成或怎麼樣 Anyway就是 這個是一個非常 糟糕的一個ETF 做了這個事情 做了那個錯誤的決定 所以那時候的負油價 其實不是像大家說 因為疫情很嚴重 然後大家都不需要油 然後郵輪在那個海上走來走去 沒有地方儲存 所以其實並不是這樣 沒有 就美國來講 他的那個儲槽的這個 使用力也才60幾%而已 那你沒有仔細去看那個數字啊 你也沒有仔細去看酷薪啊 酷薪的這個 這個 這個使用力啊 也才該 不到70吧 60幾% 70%左右 應該高一點70幾% 但是 你實際上要 真正要實質交個量 其實有限 那個本來就夠的 所以 老師說 油價應該會是 在一個平穩的狀態的話 那 現在他們如果 避險要去買這些 有的ETF 所以 其實是很難獲利的 不是嗎 如果 那就看啊 假設你那個 ETF 未來的油價 就是說未來的油價 如果是他有 可能是往上了 也可能是往下 有些認為他會往下 預測是難的 包括這個美國能源部 他的預測啊 供稀的預測不錯 但是價格預測不好 非常不好 但是供稀呢 是值得參考 所以老師覺得說 像通膨的話 就是不管是台灣 或者是中國大陸 或者是美國 應該是趨緩的吧 可能跟大家 你接觸到很多專家 你接觸到很多專家的疫情 不一樣 但是 我是覺得 這個可能性 應該是還蠻大的 那 很抱歉 跟大家的看法不一樣 但是 因為我是覺得 剛剛講的 就是 油價來講 85塊的話 那 現在已經要往下走 那 未來供稀 供不應求的情況 改善的情況 那 在這種情況之下 油價在大幅上漲 應該 有 有限制 那 即使 因為疫情的關係 供稀 供給擴升 變供不應求 即使發生 OPEC也會減產 因為 這個價格 對他來講 那麼低的價格 對他不利 而且 未來還要 你得不到好吃 人家要扣探關稅 所以 價格85塊 我覺得可以 是這種情況 但是未來 可能還要看 這些供稀的變化 所以 變成是說 OPEC 他很希望維持在 以目前這個價格來講 對他而言是 他有獲利 然後 而且獲利還不錯 然後可能也是 大家都能夠 接受的一個價格 所以他可能會希望 把它hold在那裡 那如果有任何的變化說 他可能就以增產 或減產來做一些調節這樣 所以老師認為說 像油價部分 應該是平穩的 所以因為通膨 他可能有幾個因素 那供應鏈的部分 老師認為塞港 應該也會解決 那因為如果疫情 沒有太大的反覆的話 這些碼頭工人的 就業情況就會更好 然後就能夠快速的 消化這些塞港的情況 再加上季節的因素 那Christmas Sing Sivin這邊過了 或者是春節的因素過了 然後又激起又定高了 下半年應該也會 存長力會緩和 就是成長率其實會恢復到疫情前 然後再加上激起的關係 看起來通膨數據 就不會那麼的驚人 對 因為簡單來講 不是重要的參考點 為什麼啊 因為他這疫情 這個資料呢 好像不是那麼可靠 不是那麼可靠 那我用前年跟今年的 拉上來 成長率不是2% 不是 是1%多而已啊 1%多而已啊 它是正常的 你是因為富的 你不管它 現在上來的時候 你那麼大 但是這樣拉上來 那一年 那個成長率 平均成長率 絕對低於1.5 那你就不必那麼緊張啊 如果我們要 有一個真正的標準 我們可能是再看 再前一年 下去做比較的時候 可能就會覺得說 它其實沒有波動這麼的大 對啊 上漲沒有那麼大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聯準會它縮減購債 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它可能是安慰大家說 安慰投資人說 我真的有在做什麼 如果利率還沒有上漲之前 根本就那些東西 這是必然要進步 因為那麼長的時間 那麼充裕的資金 跟熱錢 會造成災難 對不對 所以它乾脆藉由這個機會 開始就是減少灌入的資金 對對對 而且那個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才注入那麼多 那現在疫情如果過 本來就要慢慢縮 歷歷本來不是接近零嘛 對不對 本來就要往上 沒有資金成本怎麼可能嘛 那誰要除夕啊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往這個方向走 它遲早就要縮的 但是縮也不要太緊張 我剛剛講的 我們2014、208是這樣的啊 如果經濟成長還能支持的話 這個金融市場不一定崩盤 就會縮減夠再完全的結束 就是每個月不會再灌入資金了 那這個之前老實認為 就會開始升息了嗎 升息是它除了控制這個 它是透過這個貨幣的數量來控制 但是它有一個目標的利率 就是美國聯邦基金利率 Facial Fund Rate 透過Open Market Operation 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買賣公債來達到這個目標 那現在的情況 假設這個 它的目標現在還沒有到要提高利率 那這個縮債的規模 到利率的提升 是不是造成這個Facial Fund Rate 它有宣布說Facial Fund Rate要提高 那才真正的升息 但是現在的基本上 還是這個數量的一些控制 透過數量的控制 來達到這樣的一個目標 目前並還沒有到那個地步 可是如果它沒有在灌入資金的時候 是不是市場的資金 每個月提供的少了那個1200億 那是不是就會讓 額外的 對啊就額外的 沒有少 就是額外灌進去的 沒有再灌進去 那這樣子會不會讓市場原有的資金 感覺預期說沒有那麼多 然後利率會提高呢 那這個是相對的 就是說 你剛剛講的就是說 因為它潛收回去 那大家覺得說 這個物價上漲率可能會受影響 可能會下降下來的話 那麼這個利率上升的這個壓力就會減輕 那如果沒有的話 它預期未來通膨的力量大 那這個利率的這個上升呢 像10年級公債利率可能就會很快往上走 那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它還是 它還是 仿而是現在這樣做 仿而會 對於物價上漲的預期啊 會降低 然後對於這個 像公債子利率 10年級的公債子利率 的變化 可能 就不會那麼陡 往上走 趙老師認為說 以基期相比的話 它通膨其實是會 看起來不會往上走 就是有點會趨緩的情況的話 它可能就是把這些灌入的錢 我不要灌入之後 我就停了 我可能就不會生死 因為看起來的通膨數據 如果慢慢的恢復到5或5以下 因為他們現在其實比較 不想看到的數字就是 雖然我覺得雖然那個Fed 它一直說2% 可是2%不太可能吧 就是它可能可以接受 就是5以下慢慢的緩降 對的它是這樣接受 所以認為2%可能是 下半年明明以後的事情 那如果真的能夠到5以下 然後甚至慢慢接近到4那些的話 它就更不需要生息 不是嗎 還是需要 錢還是要回收 比較正常 所以它應該是大家如果 像股會市 就是大家投資人要擔心的 就是不是縮減購債 而是縮表這個動作嗎 縮表就是一個比較強烈的訊號 是不是利率要往上走 但是你知道利率是歷史的低點 利率往上走還是利率的低點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剛剛講的如果公司的獲利好 譬如說上市公司 上櫃公司的獲利好 利率其實往上走 它的估值並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 所以歷史的資料顯示說 例如說利率再往上走 不一定這個金融市場會崩盤 不是 可是會震盪吧 震盪會 就一個投資人來講 那可能是好機會 會有比較大的跌幅 對於一些這個投資人 比較積極的投資人 那可能就是一些機會 有比較大的這個 比較大的跌幅的話 就是一個機會 然後鎖表升息 對科技股的影響會比較大 因為科技股它的殖利率 比較沒有那麼好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先做功課 就是看了哪幾個 它的估值是很好 就是它的獲利成長很好的 然後我們就先等著看它 一次波動的時候 你這個問題很好 會成半導體指數 在2004到2008這段期間 沒有太大的上漲 那但是這個 我剛剛提到的 美國的道雄指數 是漲幅還不小 台灣也漲 但是半導體 包括台積電 這段期間也不怎麼漲 那我們在想會不會 我們既然要看歷史 是不是這個就是很好的參考 但是事實上 我們可能要注意到 它的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要注意到它的差異 有沒有差異 那我們知道 iPhone 那是2008、09以後才有的吧 至少我是那時候才有iPhone 那很多未來的這個應用 包括這個AI 包括一些現在什麼 原宇宙 還有這個 未來的這個電動車 很多的這些新的應用 IoT 這些新的應用 是以前沒有的 那麼這個呢 會不會是 會使得 這一次 即使 粒粒在往上調的情況之下 半導體相對來講 不會像過期表現那麼差 那是值得 值得是思考的 所以我們可以 借近過去的那個指數 可是我們可能可以 例如說道瓊 過去是因為它沒有這麼多的 科技產業這麼好 然後所以當初的廢辦 沒有長那麼多 可是我們這一次產業 完全結構不一樣 所以我們這一次 反而可以去觀察 廢辦或許 會是一個 值得去 仔細去觀察 不見得 2004、2008那時候的 表現那麼差 這一次也會 雖然我們知道 半導體投資很多 但是需求應該它應用很多 那麼會不會表現不一樣 但是當然 這個本率比太高 本身也會是一個風險 這個是沒錯 哈囉大家好 我是中天全球政經週報的小林 那今天要特別提醒大家一個消息 就是每週日晚間六點 那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 來上我們的節目 為大家解析全世界的總體經濟趨勢 但是也因為它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沒想到有人呢 就到用馬凱教授的照片 在LINE的裡頭 開了名叫做 馬凱線上課堂加這樣子的社群 那裡頭呢 竟然在分析台股的一些個股的走勢 那這個消息馬凱教授知道之後呢 是相當的訝異 因為我從來沒有在LINE上面開過課 所以有任何人用我的名義來開課 那是一種欺騙行為 那是對我的舞衊 也是對觀眾的一種詐騙 我覺得我們大家都應該唾棄這樣的行為 應該完全不要受它的誘惑 應該只要有機會就加以譴責 那馬凱教授在8月16號下午的1點多 也正視到台北市內湖分局報案了 2021年21月播出的全球震驚週報 是中天財經頻道製作的節目 每週六日晚上六點呢 除了在中天電視之外 也會在這個中天財經頻道 是同步播出的 那我們從11月開始 有個馬凱小教室的單元 都是把觀眾想要知道的答案 特地製作出來 放在中天財經頻道裏頭播出 只有在這裡才看得到喔 而如果大家想要掌握 這個最新的訊息的話 可以到中天財經頻道裏頭 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就能夠收到最新最完整的資訊 臺灣如果不拿定度 這個一二月的這個情況 作為一個銀件的話 我覺得臺灣真的需要擔心 因為現在今天這麼短削 而它的工資也可能不是很高 甚至更低 市場也許還夠大 也許臺灣是到那邊去的 不過我個人是傾向於的是 從今年到明年 發生通膨的壓力是不斷地在增大 知名經濟學家馬凱教授在中天 美國十年級工戰 它的質疑上升的時候 最先倒楣的就是一些科技股 美國的印太戰略 其實它越來越明顯告訴你 我就是要取代一來一來 風險高的就盡量不要碰它 比如說房市風險很高 股市風險很高 你盡量不要碰它 他們說這次激增的這個立場 看起來有很明顯的 拜登的這個色彩 掌握全球脈動 世界總體經濟趨勢 國際區域情勢變化 我是馬凱 國在全球正經周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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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靠工後 不斷 都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